鮮蝦帕海鮮 這個是鮮蝦帕海鮮 大概是辣炒海鮮 這個是月亮蝦小份的 這個是鳳梨蝦仁炒飯 很大份喔看起來不錯 這樣就是一套 焦麻雞飯 是我吃過的 味道最完整的那個扒菜 這是很棒的花汁 他們家的菜有一個重點就是 他們家的醬香完全不會壓到海鮮的鮮味 那個鍋氣你看有附手出來 他的鳳梨還是會爆豬 蝦子是Q彈的 這樣是一套 來是焦麻雞 外皮是酥脆的 除了吃的出雞的炸過的香味 好各位 我們今天到公館 看一下喔 公館的這個 入口 然後呢 羅斯福山段跟那個 286項這裡 泰式的 這個小館 他們家呢 這個菜還蠻便宜的 然後他們家也有像 簡餐定食 這樣的類型 也有可以點菜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在這個文聖公園嗎 這裡進來 他們就按這條巷子 這間咖啡廳是我大學同學開的 大家有空可以喝喝看 然後呢 我們從這邊走進來 長這樣子 長這樣子 這個是鮮蝦 泰式辣潮海鮮 這個是 月亮蝦 小份的 小份才一版 這個是鳳梨蝦仁炒飯 很大份喔 看起來不錯 這個是一套 好 小麻雞 半 喔 你看 不錯吧 你看這個 醬的附著度 感覺不錯 花生碎 檸檬 OK了 這蝦子啊 新鮮 緊實 然後 蝦的那個鮮味也出來 然後呢 它那個醬啊 附著的還不錯 但是沒有把 沒有把蝦子的鮮味改掉 我覺得不錯喔 這是我吃過的 味道最完整的 那個八菜 然後呢 它的那個 醬啊 附著力比較好 然後呢 配上那個 檸檬的提味啊 這是我吃過最好吃的 八菜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 我吃過 我吃過 來 哇 哇 會 它那個 花枝啊 整個鮮味爆出來 這是 很棒的花枝 然後呢 它這個 那個 海鮮的鮮味啊 香味啊 整個 整個融合起來 它們家的菜 有一個重點 就是 它們家的醬香 完全不會壓到 那個 海鮮的鮮味 很棒 很棒 來吃吃看這個 來吃吃看這個 還蠻緊急 好吃 推薦很多 你看這個 鳳梨蝦仁炸飯 很香 這鳳梨蠻多的 蝦仁 來吃吃看 先吃鳳梨跟飯 嗯 嗯 嗯 好吃 飯 第一分明 然後不會睡覺 就是說 品質OK 然後呢 那個鍋氣 你看 有附手出來 鍋氣有附手起來 你看 裡面有一點黑黑的 那個是焦黃的 煸炒的狀況 然後呢 它的那個鳳梨 還是會保持 蝦子是Q彈的 蝦子是Q彈的不錯 蝦子是Q彈的不錯 來 這樣吃一套 這樣吃一套 來 吃一看它 它還不錯 它還不錯 然後呢 菜 也是有夠味 還蠻搭的 來 薑麻雞跟前面的那個 菜 就薑麻雞啊 外皮是酥脆的 然後呢 麻有一點 然後呢 酸也不會太酸 除了吃得出那個雞的那個 炸過的香味 他們家的菜色都是這個特色 就是 就是這個 整個的那個 食材的香味都有維持住 還不錯 來 這個號稱還有這個 一碗湯 一碗湯 好吃嗎 來 吃到夠了 吃到夠了 來 一張蝦餅 好 這樣才120 嗯 有真正的蝦在裡面 然後呢 鮮味有出來 好 然後皮不是那種 最近夜市有很多那種月乾蝦餅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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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皮我不喜歡 那種皮是比較吃得出 那個 鮮麵粉香味的 我還喜歡 好 那我們就把它吃完 你看它的醬也是那麼用心的 你看 你看 你有看過裡面那麼多辣椒的 湯就很香 它那個辣椒 跟那個 那個酸的那個辣椒 都很好吃 都很香 不要不要疊 不要搞 OK 很好吃 推薦給各位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 等一下我再見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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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